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多谢谢律师 送我的女朋友回来 不过以后这种事呢 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不用你亲自劳烦 立总 我想请一下假 在去云峰之前 我想先去看一些姐姐 她生病了 在医院 好 那我先出去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注意安全 天黑之前必须回到酒店 好 文艺总 下午写意要出去一趟 你跟一下 出差之前 我不希望再出任何事情 好 你家长 还好您让我跟过来了 真的有人跟踪苏小姐 她现在在哪儿 您不能担心 苏小姐和谢律师在回市区的路上 她很安全 你是说那个谢明浩 没错 你有看清楚跟踪她的人吗 她戴着口罩看不清 需要再查一下吗 不用了 她应该就是火箭的人 谢明浩 有什么着急的事吗 还不是李泽良 她让我天黑之前必须回酒店 她一个假男朋友演了还挺入戏的 她也是为了我好 再说 您秘书的事 要不是得亏了她 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是 这事应该好好谢谢她 您好哥 谢谢你送我回来 那我就先回去了 去吧 李总 又见面了 多谢谢律师 是 送我的女朋友回来 不过以后这种事呢 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 不用你亲自劳烦 李总 你我都心知肚明 协议只是你名义上的女朋友 名义上的女朋友 那也是女朋友 就像谢律师 你是协议她名义上的姐夫一样 那也是姐夫 李总 协议这次去云峰出差 我希望李秘书这种事情 不要再发生了 协议要是受到半点伤害 我是绝对不会轻易罢休的 你放心 协议既是我的特助 又是我的女朋友 我会照顾好她 希望是